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8年10月的最后几天 中国辽宁省境内一个叫黑山的地方注定要变得血雨腥风 为了达成各自的战略目标 国民党军与东北野战军之间将要在这里展开你死我活的激烈攻防 一山一凉 一村一地 都有可能变成你争我夺的战场 一个想过去 一个硬是不让过 围绕黑山展开的突围与阻击 将注定成为两种命运的巨大冲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1948年10月23日上午9点 黑山前哨阵地枪炮声骤气 辽西战场上艰苦夺绝 英勇壮烈的足迹战就在这个寒冷的早晨开始了 28师射在天主教堂塔顶的观察哨报告 敌人向狐瞎窝捧 烧过银子 包扎臀 尖山子方向警戒阵地 同时开始炮击 国民党军黑山前线指挥官 第七十一军军长项凤武 按照廖耀香的命令 试图一举占领飞山 项凤武 湖南龙山人 国民党军陆军中将 王府四七学生 从剑袭排档一步步升任到副军长 在抗日战功中屡立战功 战后升任七十一军军长 最初 廖耀香没有把黑山放在眼里 他手中五个军的精锐之师和重炮战车部队组成的钢铁洪流 完全可以如驴贫地一般 迅捷通过 项凤武更是清理 认为有一个波磁攻击 黑山就会被踩在脚下 所以 当他们发起攻击时 几乎连战术动作都无法 攻击部队同时向几个方向炮击 首当其处的十八十八十二团二营七连 尖山子阵地 二十三号 我们在这个101高地上就听到这个远方有炮声 就是警战阵地打响 警战阵地离这个102高地啊 还有七八公里 是由十二 这个八十二团的这个六连 代应这个警戒任地在那里打响 七连连长田老保是长征时从湖南入目的土家族战士 当兵时只有13岁 在接受了尖山子前哨警戒任务之后 他和连里干部研究了两条促势 一条是保存实力 在一线阵地只部署一个加强牌的兵力 以便有足够的力量实施反冲击 保证阵地不丢失 二是集中使用火力 把敌人放尽打 这样便于发扬我军步枪 手榴弹 短距离杀伤敌人的最大威力 大量杀伤敌人的优生力量 闪不大 敌人不到可厌不到 打不住不大 不放空墙 强强命中 这是保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里的 一部辽西战役绝密档案 在这部档案里清晰地记录了 黑山阻击站几天中的情况 这部档案由时任石宋作战参谋 马美智整理绘制 1948年10月23日 尖山子战斗是这样描述的 我82团七连守备警戒阵地之尖山子 敌一个团兵力向七连猛攻 该连以巧妙的战术动作 与敌纠缠一日 完成了持至敌之任务 仅以伤亡七人的代价 换取杀伤敌二百余人的胜利 经过反复争夺冲杀 顶了一天 就是二十二号这一天呢 基本上敌人没有进到警戒阵地的内 就为主阵地 就101高地的主阵地啊 争取了一天的时间 那个时候一天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这一天就进行进一步的加小攻势 动员弹药 补给等等 做了大量的大战前的主阵地 此时在猫牛屯 气温异常进战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 郑北罗龙凡 参谋长刘亚楼等 联名致电十纵 及各正在执行作战任务的纵队 要求官兵必须爆料 决一死战决心 天飞之险 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一师 又向尖山则发起两次风风 我七连之战员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 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 边扔石头边冲击 国民党军看了如此不要命的架势 海里交风就望风而逃 廖咬香得知情况后 命令宪兵队立即枪毙九十一师师长戴海龙 戴海龙见势不妙 令首相的卫兵与宪兵队对质 趁机化妆逃离战场 七连完成任务后 撤出尖山的阵地 这一天 国民党军向守卫张扎屯的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三营 也发起猛烈攻击 敌人用两个团的兵力连续向三营发起三次冲击 都被三营打退 战至下午三十三营完成阻击任务 奉命撤出战斗 但战斗在最成年的八零五班去伤亡草部 阵地上只剩下副班长邢曼财和战士张勇张兴东 郑勇我是非常熟悉他呀 我都知道原来说他为我 他是辅商的 辅商的以后一时间 他这个班的时间呢 他省下了三个人 三个人伏发长 还有什么 战斗他说 你什么你 你这个不要管我 我战斗的骨头是硬的 我没有父亲母亲 没有掐过头 我不能到地上当死者 我的骨头是硬的 你给我留个八破桶 战斗身负重伤 他让两名战友先撤 说你不走 你们不走 别别当俘虏呀 我就老婆 老婆 痛着就 这个时候没有办法 只有他们组发战斗 就收了 这个时候 这一个战友是 带着是强 撤退 张友掩护战友撤退后 国民党军战友了阵地 他们正在议论说 连个葫芦也没有抓到时 发现了张友 见他还活着就问 你是哪个部队的 实际已经到远 张友就是一小子的时候 落开了爆破桶 跟对人通过一次 在张友壮烈牺牲 48周年后的1996年 穆建华撰写的纪实文学 赤子中魂仙古流 记录了张友苦难壮烈的一生 书中披露了张友的牺牲 是如何发现的 原来张友拉向爆破桶 与敌同归于尽的时刻 我军一名叫严振勇的副连长 傅商来不及撤离 忍痛躲在一个坟墓旁 这时他只听到一声巨响 不知怎么回事 以后就听见搜索的敌人讲 解放军一个伤员 还骗了团长 一下炸死了不少人 严正永归队后 将张友的事迹做了汇报 战后张友被追击特等功 并授予无产阶级硬骨头称号 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张友班 就在23日这一天 内蒙古骑兵一师一团 在黑山东北十公里 无侠窝捧前沿阵地上 与国民党军二零七师第三旅 顽强缠斗 由于齐零一师一团缺乏防守阵地的作战经验 加上部队尚未穿上东装 连续作战 要抗击五六倍余击的国民党军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但一团指弹员依托简陋攻势 以密集枪弹和手榴弹 打退敌人的多次通荒 直至进行白刃格斗 团长平安赴上后坚持指挥战斗 二零连长不和吉亚重伤不下火线 带领全联坚守阵地 直至胜利 最后一刻 这天夜里 第十宋队在天主教堂内二十八师指挥所 召开事理上干部会议 在总结这一天的战斗中 梁星出发现在预先布置的阵地编程上 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没有料到对手同样善于采用迂回攻击的战术 这是原来被认为仅仅是作为保障的阵地先向欢食 为此司令部做了紧急调整 二十三日午夜时分 二十八师侦察队给纵队指挥所送了一名他们捉到的舌头 老会长带着二十八师一个教导员上东边抓个舌头 来查看钟将军在哪固执的 在哪固执的 老会长带着教导把舌头抓回来 了解了敌情 接着直到了中央军从湖江沿着十里大道超黑山进发 这是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师部的一名传令班长 军装口袋里 鼓鼓囊囊地装满了送往各团的作战命令 从这些作战命令判断 明天也就是二十四日 敌人的攻击目标将主要集中在二十八师的正面航线上 目的是拼死把通黑山和打虎山走廊 此时廖耀香也在阅读二零七师三旅送来的一份共军文件 这份文件是他们在战场上缴获的 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勿守打虎山阵地 此后续主力部队的到达将敌人包围歼灭之 廖耀香由此判断 在黑山阻击的解放军兵力已经得到加强 而且任务是死守 那么唯一的目的只能是一个 等待攻击锦州的主力到达战场 廖耀香决定不再等待攻下黑山 现在就向银口撤退 随即下令 新六军二十四日扶晓 强行通过黑山 新三军和第四十九军紧随其后 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负责掩护 这意味着廖耀香已经完全放弃了西晋作战计划 对黑山的攻击是为了掩护兵团主力通过辽西走廊 能占领黑山更好 占领不了 则要能遏制东北野战军的反击 让兵团主力顺畅转移 廖耀香在他后来撰写的辽审战役亲历记录说 与其当日攻占黑山的计划 一告失败 必须采取下一个决心 我指示潘玉坤于二十四 二十五日两天 仍按原计划对黑山实行猛烈攻击 要他做最后的努力 仍惜在这两天内能够占领黑山 深夜 初冬的东北大地 披上了一层薄霜 寒气袭人 辽西大地下 国共交战双方的前线指挥员 都在利用着最后的时间 进行着最后的部署 准备迎接一日的激战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石宋将要面对西进兵团决死一战的精锐部队 10月24日幅小时分 25公里宽的辽西走廊 异乎寻常的平静 几下美智野马式敌机 带着滚迷式的轰隆声 顺先打破成绩 直扑黑山城 与此同时 部署在张家窝蓬方向的重炮群 也以淡如雨下的密集炮火 向高杂腿一屑打来 廖腰乡兵团的火力准备开始了 这的确是重量集团 暴风渝关的炮火 让人窒息 一开战 这非常激烈 非常激烈 那真是枪炮 轰鸣 硝烟弥漫 我们是在一个大托坎后面 一个树盖街 把这边的一个小盆子 里面在那里救火商人 油弹 炮 都可以打过去 但是呢 阵地上 这些战士 确实 确实非常 大 非常 非常 勇敢 坚强 在大白台子方向 第71军 91师 22团 有尖山子 向我83团阵地运动 成东高地方向 第2073旅 在山东团集结 正向我101高地 发起进攻 我 我记得我走了 我这个 先进射击地的时候 我旁边有个医生姓刘 是我们任务的医生 他是抗战的一个老同志 他说 小五 小五 你低一点 我那傻都不得 是第一仗 第一仗 我就知道不怕死 利用地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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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炮火攻击之后 西进兵团的攻击部队 便在飞机掩护下 集中第71军的87师和90师 新六军的169师 新22师 青年军第2070第三旅 共五个师的兵力 向水泉 大白台子 小白台子 高家屯 大虎山 和铁路桥一线 第十纵队 25公里长的防御阵地 展开全线猛烈进攻 轮番向各师阵地冲击 最惨烈的战斗 发生在高家屯一线阵地 坚守高家屯一线阵地的 第二十八十八十四团二 在仅有一个 山炮营火力的支援下 坚守101 92 90 和石头山等制高点 与敌人反复通杀 顽强奋战 进攻之敌 是国民党军中 士气旺盛的青年军 二零七师第三旅 战斗力十分强大 当他们的第一次冲锋 被击退后 立即以三个营的兵力 第二次和第三次网攻 连续击退了敌人三次冲击 我们阵地的原则 这个坚守 坚守 寸头卫生 到十二点左右吧 敌人又用这个 发起心力攻击 在这一天的石头山阵地 敌人蜂拥而上 一梯队冲垮下去 二梯队上 二梯队垮下去 三梯队 四梯队上 炮击一阵 冲击一阵 冲击一阵 炮击一阵 这个时候呢 经过几个小时战斗 我们这个 石头山搞地上啊 副连长 四连队 副连长和排长都牺牲了 就剩了 四个人 敌我 力量 过于悬殊 十个人 最后 都牺牲了 石头山 也就 尸首 石头山阵地尸首 使九二高地侧翼 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活力之下 四连受到两面攻击 左翼阵地只有卫生员 迎着八名战士在战斗 他们三次用刺刀枪托 击退了敌人 国民党军督战队更加疯狂 他们把不敢前进的士兵就地弹倒 军官也编队加入冲锋 九二高地像开了锅一样 枪炮声震而欲动 一派坚守在九二高地最前沿 这时只剩下李永发和五名战士 李永发 河南几元县人 1945年8月参加解放军 当敌人再次冲上来时 李永发大喊一声 月初战壕 一连刺倒五个敌人 在倒地的一瞬间 拉向了身上的手榴弹 与敌人同归于尽 三班副李子珍 战士金贤江 通信员孙元东 及另一名战士冲入敌群 一阵端粗的较量后 全部撞力牺牲 他那个派基本上打完了 结果就剩他一个 他抱着个包泊筒 拿个包泊筒 然后吐到敌人里面 我没有同意 战后 石宋党委决定 将李永发生前所在牌 命名为李永发牌 授予黑山战斗创齐功讲齐 追击李永发两次大功 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教导员郝永斌 在组织六连部分战士 实施反击时 刚冲成阵地 一颗子弹击中逃步 他能给杀他妈也怪 从这边打着 他妈从家出来 我一听他妈完了 我妈这后 这个人完了 国民党军采用各个击破的策略 在强大炮国支援下 用十倍的兵力轮番实时攻击 终于攻占了除101高地之外的全部阵地 随即便将其主要兵力投入到101高地方向上 这是第十送队尚能控制高家屯一线的最后一个制高点 攻击之底虽然伤亡惨重 但不顾一切 用羊群战术三面围攻101高地 那个摇顶摇高地 你看那个高地啊 实际靠西车 这边恨婆 就在那上边韭灿 被人搁斗 两个硬在上边搁斗 后来这个我就问了 我说一六点最后 最后谁谁在这 他连上负伤了 指导院也负伤了 我就指导院谁谁在这之后 这就是五十元的 他在这之后 他的最后 下路五点 敌人从三个方向冲上了101高地 坚守阵地的无名战士 打完最后的子弹和手榴弹 端起明晃晃的刺刀 向敌人发起反冲锋 但终于刮不敌众 全部壮烈牺牲 101高地失守 整个黑山阻击防线 已被强大的炮火与凶患的进攻 冲得支离破碎 那是极度危险而脆弱的时刻 高加团一线所有阵地失守 若不能及时夺回阵地 带敌人后续部队增援上来 整个黑山防线就像被敌人突破 这梁斯林啊 就直接跟赫世上通了 他就也不叫赫世 老哥 你上来了吧 就上来了 马上就反 马上反 就是 马上就反 就是这就 就这么干 真是看出来 梁这个阶线 关键时刻 梁星突说 纵队炮兵全力支援 下午5点30分 太阳刚刚引幕在一屋驴山的背后 二十八师的反击开始了 纵队炮兵和二十八师的十二人山炮 集中向101高地猛烈攻击 八十二团一营和八十四团二人五连 冲向101-92高地和石湖山阵地 这个反击的部队呢 就是八十二团的一营 和八十四团的五连 八十四团的五连是二营的预备队 这几个部队呢 就是首先向这个101高地啊 阻止反击 敌人经过一天激战 付出巨大代价才夺战的101高地 不会轻易放弃 连续三次冲击 不失败了 不失败了 也有不小的伤亡 就在第三次冲击发起后 一营一连连长迷烟扇 被剧烈的爆炸阵魂 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爆炸所里 第十宋队的战力爆炸所就设在距离前沿不到一公里的小村庄 宣传队的抢救伤员嘛 根本就没有分开敌人和咱们 身体都混在一起 要把我们的伤命员要认出来 把这脑袋抚伤 他脑袋反正能说话 但是我也没一句 因为我们不玩治疗 他们管管转 他们给他卫生效率的爆炸 没看见他是什么这种抚伤 脑袋还清楚 黎恩善山东省林青县人 1945年参聚 因他作战机智勇敢 很快就被提升为排长 连长多次带领连队完成艰巨任务 当黎恩善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包扎锁时 立刻跳起来 朝炮火轰鸣正在冲锋的连队奔去 黎恩善 外号叫大刀黎恩善 部队翻上去吧 他又啪的闪电话骂 因为他骂的就把锅给忘了 你们管骨子离弓去了 妈把脑子给忘了 就骂 骂部队 骂的部队哄上大笑 我们以为你死了 你他那那的不动 你还活着 你还骂我们 这连长非常勇敢 继续带领部队 发起第三次冲击 一下子突破了敌人的阵地 占领的要令人搞定 不认识 要令人要搞定 此时此刻 敌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六十六团 正向打虎山迂回 接着 正式在重炮的支援下 连续向三台子和四台子猛攻 并派出部队 开始向纵身切入 那是一个极度紧张的危急时刻 十岁三十时 八十八团三营 奉命跑步 抢占了一个名叫 金牌炮的村庄 惊险地截住了 正在迂回包抄的国民党军 利用民防和土围子 进行阻击 迫使敌人 号撤 我父亲谢松柏 他是三十师八八团的团长 我父亲就命令 八八团三营的营长 带领三营去 就是基金军 跑步前进 要阻断敌人的进攻 这一营全部都是朝鲜 朝鲜德鲁的打仗也很勇敢 他们三营到了清水包子 增盐到清水包子以后 就发现敌人正是要从那去突破 想要突击到我们的主阵地 而且敌人就是在前面 有飞机打炮这种轰炸 然后还有坦克开路 步兵出通 像这种情况下 来来回回反复 这一天就战斗了六次 打退了敌人六次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 一直到了傍晚 敌人没有办法 才展示把敌人的进攻 才能停止 直到今天 谢汤青还记得 他父亲的警卫员讲的故事 一个炮弹炸过来以后呢 等到炮弹硝烟过去了 警卫员发现 我父亲找不着了 就是他就急着就喊 喊了到处去找 大家都在喊 就找谢松百姓 那谢团长 谢团长跑哪去了 结果这个时候呢 就看见 这个由于土堆呢 旁边有一只鞋 发现的是我父亲的鞋 结果再看呢 就看那土堆 有一个土堆在动 后来他们就 赶快就把那土堆刨开 这时候我父亲呢 也从土堆里边 就真的就 就慢慢就 在大家的帮助下 就爬出来了 这一天 石送二十九师坚守的 拉拉屯 至小白台子阵地 也在续战 二营五连坚守的 施藤山阵地 打得最为艰苦 连战萧鸿阁 率领全连 与敌人展开续战 轮番拼上 多处护山 独下火线 小虎隔 隔门子旁 隔个隔 他脑子受伤了 受伤以后呢 他呢 就昏倒了 昏倒了 别人就把他 抬到那个卫生所 这就是包扎 我们那边救济所 抬那以后 给他包扎呀 移动了什么的 他又醒过来了 行过来了以后 以后又是要前行 狮屯山阵地 尖如钢铁 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战后 五连被命名为 萧鸿阁脸 10月24日下午 敌新六军军部 和169师 近敌胡家窝棚附近 村子里都是满的 不管是我们家 干鸭都是我们家 村子大三个井 三个井完全都吃干了 喝水都没有 他们大人 比如说这些活来着一发一发 他都整吃 反正对老百姓 鸡都杀鸡 猪都杀猪 我们俩说 这房子根本疼出来 我说那不行 我说等会我老爷 明天再跟我们老爷们 该回来 我里面还有还哪去 你家没老爷 我说老爷没在这 我不能跟你疼 我疼不了 哎呀 在那儿干的 我出来呢 往外一走 我都笨 你国民党兵给我看这 人人来 小鬼 叫小鬼 你是不是人家呢 我说我不是人家 不是不是 子弹箱子 啥你给我扛了 杯子 我们杀都杯子 黄昏时分 国民党第49军 推进到黑山 通向沈阳的公路上 廖药香的部队 已经全部撤到了辽西走廊一线 他所在的胡家窝棚 距黑山建成 仅仅还有六公里 盲牛屯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 林彪紧盯着作战地图上的黑山 西百坡的毛泽东 紧盯着东北战场 顺息万变的局势 南京的蒋介石 为迟职在辽西走廊的西进兵团 焦虑不安 24日当晚 在石宗召开的作战会议上 梁行初认为 要要向明天必定拼死突击 石宗能否顶得住 明天是关键 主要的攻击方向 依旧是101高地 梁行初说 今天我们头上是千磅炸弹 明天就是万磅炸弹 只要主力没有赶到 石宗的任务就没有完成 就算是人都打光了 也要打下去 为了加强101高地的防守 纵队的防线进行了局部调整 30室的防御地带向北延伸 以适当缩短28室的防御正面 29室集中力量防御黑山长北一线 深夜 贺庆基回到28室后 决定在高加窝捧前沿 开设石指挥所 他语气决绝地说 我要到第一线去指挥 副市长说 要上前沿应该是我去 贺庆激火了 市长和副市长谁的职务高 谁官大就服从谁 1948年10月24日 注定是一个让人今夜无眠的夜晚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黑山究竟怒死谁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